綠中透橘 體型硕大 外型搶眼的虎頭肝 經過仔細的洗洗刷刷 從中間挖開一個孔洞 食指和中指並用 再力頭挖啊挖 烤啊挖 將果肉與纖維完整的挖出來 果汁也毫不保留的倒出 虎頭肝在市面上很少見 因為果肉吃起來比較酸澀 但拿來做成酸肝茶 卻是別具特色 人工挖取出來的果肉 經由機器攪打成細碎果汁 同時還得盡力挑去多餘子子 纖維與濃郁果汁 慢慢堆積成無狀小生後 一點一點慢慢的與茶葉混合 帶有柑橘味的香氣不斷飄出 只見原本乾燥的茶葉漸漸變的濕潤 但酸肝茶完美的黃金比例 仍需要驚豔老道的達人 才知道 這樣一捏它就有成團 又不會出水 要太多的話它會出水 混合好的酸肝茶葉傾斜而下 空蕩蕩桌面瞬間變得忙碌起來 只見大姐們雙手齊心 將茶葉塞進挖空的虎頭桿裡 一邊塞一邊拿木棍將茶葉壓緊 直到整顆柑橘被塞得滿滿滿 輕輕拍去表面多餘茶葉 在洞口壓上火皮蓋子封口 拿出橡皮筋上上下下產景 一望一望的酸肝茶雏形完成 一藍又一藍的虎頭桿堆成山 得趕在過年前加工完成 大姐們忙碌的雙手不曾停歇 因為這些封好的酸肝 還得經過久蒸久曬工序帆布 橘皮也從原本的綠色變成暗橘 體型更是越縮越小 直到變成亮黑色的堅硬外殼 拿起錘子悄悄打打 將整顆的酸肝茶集成細碎塊狀 抓取適當份量沖進熱水 瞬間一股柑橘香氣鳥鳥散出 熱水也立刻染成琥珀茶色 一喝下去口腔瀰漫著橙皮香 酸中帶有自然的水果香甜 茶湯還能在口中回甘 獨特風味令人驚艷而難忘 老闆許許文是茶農第三代 一邊泡著親手栽種的茶葉 一邊聊著她接手後的轉變 從父親手上接下茶園後 決定轉型有機栽培 走太前面得經歷的孤芳自賞 得面對的收入不穩 她無一沒有體驗過 但轉頭看看孩子和老婆 想放棄嗎 絕不 得把健康留給下一代 太太也是會鼓勵我們就說 我們做事情就要有始有終嘛 也要有個堅持啊 所以我們就她也這樣鼓勵我們 然後再來就看到我們的三個小朋友 也慢慢出生就給我們更大的信心這樣 堅持對土地的友善 還得幫助果農的用心 許詩問不只製作客家酸甘茶 從她手中出貨給客戶的東方美人茶 更外銷到歐洲 東方美人茶又叫碰風茶 許詩問也談起這有趣的小故事 原來當時是客家茶農 想將被蟲咬過的茶葉送人士喝 但外國人不隨便接受虧贈 堅持付錢買下 原本一斤三到四塊錢的茶葉 卻意外賣出好價錢 外國的商人嘛 他就搞不好給了大概三四百塊 就很高的那個金額 所以就也很高興 那個茶商也覺得很高興 沒有看過這麼好漂亮的茶 又五色又這麼好喝 又有果香蜜香 那拿回來跟父老鄉親講說 我這個茶賣了一兩斤賣三百塊 大家不相信你怎麼按碰風 極同鴨獎的意外 普出的確是皆大歡喜的結局 如同許詩問的有機成果 讓客人品的不只是茶的香 更喝盡農人揮汗的酸甘甜